高尿酸危害很大 不仅容易导致痛风痛得要命 而且现在高尿酸导致痛风解食 甚至尿毒症的也很多 高尿酸和痛风主要控制饮食 少吃中高漂凉食物 如海鲜、火锅、动物内障、肉汤、肥肉、红肉 少喝酒、少喝饮料 降尿酸的方法主要以下三种 第一蔬菜 蔬菜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C可以降低尿酸 而且蔬菜是碱性食物 可以综合尿酸的酸性 所以多吃蔬菜是降尿酸的关键 第二适量运动可以触及尿酸排泄 但不能剧烈运动 反倒容易导致尿酸升高 所以一般快走即可 不要跑步、打球等剧烈运动 第三喝水是触及尿酸排泄 最有效的方法 但喝水要做到这一点 否则尿酸排泄效果也差 就是喝水要达到量 因为尿酸是通过尿液排除的 所以尿量越多 尿酸排除就越多 研究显示 只有每天尿量达到2500毫升 才能起到降尿酸的效果 而水量也有尿量 要想达到每天2500毫升以上的尿量 那么水量也得达到2500毫升以上 所以高尿酸建议每天2500-3000毫升水 其实单纯喝水确实也有效果 但如果在水中加入一些 可以触及尿酸排泄的食物 效果会事半功倍 菊菊和枝子是现在最常用的 触及尿酸排泄的茶饮 菊菊和枝子都有清热解毒 沥湿消肿的功效 所以不仅可以触及尿酸排泄 还能缓解痛风导致的肿胀疼痛 商业也有沥碎消肿作用 所以对于触及尿酸排泄也非常有效果 百合富含秋水仙界 具有抗炎止痛作用 是现在痛风药物的主要成分 所以经常用百合煮粥泡茶 对于痛风也有辅助改善作用 但以上食物如果单一泡水 功效也单一 终于讲究食物的药性配物 搭配使用功效反备 所以如果用菊菊 枝子 百合 葛根 桑叶 每天一起煮水待场 每天三到四倍 触及尿酸排泄会有更好的效果 会明显减少痛风发作的次数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黑牛养生馆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